一口气看完汉文帝刘衡的一生 公元前203年 刘衡出生于河南行阳 是汉太祖刘邦的第四子 齐姆伯基原本是魏王魏豹的妾室 楚汉之争时 魏豹被韩信所服 伯基则被刘邦纳入后宫并生下了刘衡 但伯基生下刘衡后 不受刘邦宠幸 二人很少相见 前196年 陈希在带地发动叛乱 刘邦平定陈希后 便策立八岁的刘衡为代王 其后 刘衡在带地就藩的15年间 发展生产 与民休息 带地有此大安 前195年 汉太祖刘邦去世 朝政大权落入太后吕至手中 于是 吕后大封吕氏诸王 但那些受到刘邦宠幸的爱妾都遭到迫害 而刘邦的儿子们也几乎被吕后杀绝 而伯基因不受刘邦的宠爱 得以跟随儿子刘衡前往偏僻的带地就藩 母子二人无欲无争的姿态 躲过了吕后的迫害 前180年 吕后去世 忠于刘邦的陈平和周国在诸灭吕氏诸王后 考虑到当时吕后立的小皇帝刘弘 并不是汉惠帝的亲生子 便盈利了宽厚仁慈 名声较好的戴王刘衡为帝 同年 戴王刘衡进京 继承皇位 视为汉文帝 前179年 汉文帝刘衡立长子 刘启为太子 斗氏为皇后 并封周国为右丞相 陈平为左丞相 同年 南越国赵佗称帝 并自封为南越武帝 汉文帝随之派陆甲 出使南越 在汉文帝的感召下 赵佗谢罪称臣 放弃帝号 前178年 匈奴又贤王背弃和亲之约 率数万大军侵占 河南之地 威胁长安 汉文帝对匈奴采取了 克制忍让的态度 继续执行和亲政策 避免大动干戈 同时 汉文帝积极发展经济 还在边地 建立马院36所 养马30万匹 为后来的汉武帝 彻底解决匈奴问题 打下了基础 前177年 汉文帝的侄子 继北王刘兴居 起兵谋反 从而开启了 刘兴王国武装反抗 汉平的先例 同年 汉文帝派柴武讨伐 刘兴居被俘自杀 前172年 假意向汉文帝上书 治安策 提出了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 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但此建议未被完全实施 汉文帝对诸侯王 基本上采取了孤西政策 导致了汉景帝时期的 五楚七国之乱 前167年 汉文帝废除肉刑 还将田租 由15岁一 减为30岁一 自此以后 30岁一成为汉代定制 前166年 匈奴莫独禅于死后 其子老上禅于几位 老上禅于在汉人太监 中杭越的劝说下 亲率14万大军攻汉 兵封直抵甘拳 聚长安锦两百里 汉文帝急掉 数十万大军出击 双方苦战数月 最后老上禅于 从容退出塞外 汉文帝不得不前使 与匈奴修好和亲 前158年 匈奴老上禅于去世 其子君臣禅于几位 在中杭越的建议下 君臣禅于拒绝和亲之约 率六万骑兵 侵入汉帝 杀猎甚重 汉文帝调述十万大军 持援边境地区 匈奴军随之 退出塞外 前157年 汉文帝留恒逝世 享年47岁 在位23年 群臣尚妙号为太宗 死后葬于霸凌 汉文帝统治期间 君臣功行节俭 实现了百姓小康 最终开创了 文景之志的繁盛之局